回来回来继续focus 拜登到美墨边境 实际上去感受一下 严重的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问题 拜登上任两年 第一次到美墨边境 他宣布了新的政策 美国每个月接收三万个移民 但是没有按照规定 在自己国家先申请美国庇护 就闯进美国的人 现在美国也要立刻驱逐出境 这是一个大转变 那么这一次 拜登也要到墨西哥参加北美峰会 他将和墨国元首与加拿大总理商讨 移民安置还有经贸议题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两年多 周日首度前往德州 与墨西哥的边境视察 了解当地安置大量移民的状况 他到收容移民数量最多的 爱尔帕索市参观当地的收容中心 并与边界巡警对话 前往南部边境视察前 拜登在白宫宣布了新的移民计划 美国每个月将接收三万名 从古巴 海地 尼加拉瓜 和委内瑞拉前来的移民 美国政府也将实施 有条件的远道计划 移民必须在自己的国家 先提出庇护申请 不遵守这项规定而入境的移民 美国政府就会依疫情期间 所制定的公卫法42条款 将它们驱逐出境 拜登在移民政策问题上 被两党围剿 民主党和人权团体谴责拜登的移民 新政策是人道耻辱 共和党议员则气愤拜登没有邀他们 一起视察边境 佛州州长则痛批拜登政府 让边境大门洞开 拜登的新移民法在上周五正式实施 数十名非法入境美国的委内瑞拉移民 立刻被驱逐出境到墨西哥 美国南部边境一年多来 已经累积上百万人次的移民 佛罗里达交道群 也有大量古巴移民投赌上岸 上周末就有七百位移民被拘留 这些非法入境者也将被驱逐出境 拜登离开德州后立刻前往墨西哥 他将与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 以及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举行北美领袖峰会 三人将讨论难民安置和经贸合作议题 墨西哥在会前已经明白表示 不会同意白宫提议的安全第三国协议 也就是让移民在墨西哥申请美国庇护 通过后才能入境美国 这次会议另一项重要议题是打击边境毒销 墨西哥长久以来放任毒销猖獗 近期政府开始认真扫荡 恶名昭彰的墨西哥毒销矮子古兹曼 目前在美国服武器徒刑 他的儿子欧维迪欧接手了他的毒销帝国 上周末国派出军队扫荡 成功逮捕了错号老鼠的欧维迪欧 老大被逮捕 毒销随即展开报复行动 帮派分子攻击安全部队人员 导致三人丧身 他们还攻击两架即将起飞的班机 种种行径等同是向政府宣战 美国已经承诺将与墨西哥合作 共同对抗边境毒销 TVBS新闻总和报道